我們會跟著這裡 這裡最好 謝謝 好的進行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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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美女朋友小心 我們請美女朋友要後退 我們請美女朋友幫忙 現在為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貴賓 首先介紹我們高雄市韓國瑜市長 高雄市經濟發展局吳和珠局長 接下來是我們工業總會的大家長王文芸理事長 本會最高顧問前立法院長王清平欽生 工業總會監事會召集人潘俊榮召集人 工業總會副理事長林彬如副理事長 工業總會副理事長詹正田副理事長 工業總會秘書長蔡煉生秘書長 接下來我們有請王理事長韓市長以及台上的貴賓 我們移駕到台前我們先合影 高雄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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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市長正經套用經濟的套招 在我們的最高部門王院長的多方協調和協助之下 我們來到高雄 特別由我們王冤王理事長 他率領了203位我們企業界的領袖 可以說是專程來到高雄 跟韓市長來共同探討如何攜手打造高雄 那是高雄成為產業投資的新聚落 那因為我們不深的了解高雄 它有很好的地底條件案情混得了空 唯有高雄起航 台灣經濟才能夠起歸 所以到目前為止 高雄可以說一直都是製造業的一個重鎮 那從1966年 高雄設置加工出口區以來 大家可以知道 高雄不但帶動了台灣經濟的發展 它也更創造了台灣產業出口導向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模式 當年金國先生推動的石像建設 在波數 恐怖項目 包括在高雄 像中船中鋼 像石化雲等等 所以它到目前為止 高雄依然是我們的石化 是鋼鐵造船的一個中心 那今天王理市長總共率領了203位各界的企業家來到高雄 其中39位是工業總會總監事 有49位都在前台 都是我們每個工會的理市長 那尤其在座還有很多台灣市民企業的負責人 像我們立軍半導體的我們的陳瑞隆 陳董事長 文貌半導體 陳慶財 陳董事長 還有台塑 林建良 林董事長 南亞科的吳家昭 吳董事長 那還有就是 還有那個聯華氣體的 這個就是苗木森 苗董事長 因為來的人真的很多 我就不一唱 我們還有風信風塵 我們陳華民陳董事長 他很重要 因為台北我們很多重大風塵 都是風信風塵的作品 今晚就是 桃園的機場 桃園的捷運 雞捷 或者是我們羊高架 包括最近已經動工的 這個淡水大潮 都是風信風塵的節奏 相信將來高雄也會有很多的 這個機會 那今天黃理事長 他不但把人帶來了 把這些企業家帶來了 他也把錢帶到好幾 那目前根據我們的調查 在座企業家 在未來三年 要實際在高雄投資的項目 總共有52項 要來高雄投資的企業加速 我們也總計一下 有34家 累計 這個投資的金額 達到1598億 那實際上 我的掌握數據 是遠遠超過這個數據 因為有很多上市公司 因為有些內部的流程還沒有完成 還沒有做董事會等等 所以實際上 未來在高雄投資的金額 絕對是超過2千億 這表示大家在高雄 這塊土地的一個關心 那在這裡面 我想他主要的這些超過 因為剛才你們的媒體問我 到底是投哪些重大的投資 所以我特別把這超過10億的 在這裡來跟大家做報告 我們毛利市長的台塑集團 他將投資116億 我們的華邦電子 華邦的半導體 他在入竹 這個半導體 他投資600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華邦在入竹 投資了3千億 但他說未來 這三年 他會拿出6千億來 所以我們就 把600億來 所以我們就把600億 列出我們的統計 那台塑集團 他有49.7億的投資 那台灣曾哲 他要建造兩座會進入文化爐 他的投資金額是100億 還有陸盛生 我們林董在座台下 他有四項投資 他的投資金額是達到370億 還有中石化 他有三項投資金額達到166億 那台灣國際造船有七項 有七項 那投資金額達到44.58億 還有一家南六企業 他是從事醫療生技的部分 他將投資35億 另外東聯化工有28億投資 另外就後接的海關企業 有14億的投資 還有亞東氣體和中國人造纖維 他分別有10億的投資 所以在我們總共的一千多億裡面 主要投資的項目 包括了半導體 包括了石化 包括了環保工程 包括了造船 包括了生技 包括研發中心 包括建材 都根 氣體 還有很多的廠房破建等等 所以他的涵蓋面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廣 這些都是我們經過確實破滅 實實在在 會在高雄投資的項目跟金額 所以我們相信 他能帶動高雄 未來產業整體的發展 也一定能夠增加高雄的一些就業的機會 當然我們除了人來了 錢來了 當然我們也帶了一些問題 未來在投資高雄 有些問題也希望韓市長能夠來協助解決 就像最近媒體報導到的 所謂的大社會委員區的降邊等等 它將會使整個石化產業產生斷電 這是大家很關心的 所以我們待會在一個座談當中 大家會針對一些大家關心的問題 分別來提出來 那今天是韓市長就職的百日 雖然僅僅就一百天的時間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高雄人臉上都充滿了笑容 跟信心 所以我們也相信在韓市長的主政之下 他一定能夠恢復高雄過去的光輝跟榮景 那下面我們就是以熱烈掌聲 師傅我們就請我們今天的大會主席 我們王烏淵王理事長來致時 給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唐市長 王烏淵王 各位長官 各位公益 民進 大家好 在 在我要 說話以前 我們今天 我們今次來拜訪 唐市長 可以說是一波戰鬥 那個 王烏淵王院長來找我的時候 對 我們那個 工業長在 看 報警的 兩位 來辦公室找我 說我們 來拜訪 這個 高雄 然後 我們原來 敲軍是二月剛好 清理過 然後 因為敲軍三月 剛好 王烏淵王 我也不知道什麼 用 所以最終 就是 敲軍 剛好 他是 白日 的那個 是 考慮 所以 這個 也是很難得的機會 啊 抽到 今天了 那麼 我現在就開始講了 為了 韓市長 投資高等 好 好 我特別 說 給我 各產業 朋友 前來 市長 共同 如何 成為台灣產業投資 再次 成為台灣產業投資 成為台灣產業投資 讓台灣 經濟再次 公眾 是由 一百十八個 產業套館 共有十萬多家 會 廠商 佔台灣產出 GDP 百分之三十六 員工 四百零六萬 佔總 就業投資 百分之三十六 是 台灣最大 最具有代表性 共產黨 我再接任 工業總會 市長 後 我也曾經提到 2015 5月8號 大陸國務院 與課獎總統 提出 2020年 中國製造大國 成為製造強 同樣的 2017年 5月8號 2017年 7月23號 美國總統 特朗普也提到 美國製造目的 讓美國再次榮耀 這兩個世界 最大的經濟 強迫 聽到 都在強調 製造業直播 可見製造業對國家經濟 國防 民生 與就業公主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今天台灣 處在民粹高漲的時代 凡是都沒有辦法 理性討論 像能業供應 環保力 與勞工工資 彈性等等方面 爭論不斷 這對製造業產業 跟製造業發展 造成很大的阻礙 應該要以客觀 客觀 去注意 理性 做論團 違背法制方面 這樣財務大陸提振工商界投資的意願 而康市長 在全力推動產業發展 宏觀的 是已破例 我身保障 這樣 挺意外 其實 產業界來說 最重要 並不是需要政府 多大的壓力 而希望政府 能夠營造一個 良好 讓產業能夠在合理 及合法的條件下 根據台灣權力發展平均 這才是產業最重要的 最後 我希望在座各位產業研究 大家能夠一同支持 唐市長振興的構思 而本企業 也是從高雄歡迎 我們肉貫 高總經濟 能夠再次請揮 再度榮耀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中國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王理事長 林詹良為副理事長 還有我們潘秘書長 還有潘監察人 還有我們蔡秘書長 還有我們最敬愛的立法院的 我的老長官也是立法院的 我們的龍頭 王金平 王院長 還有 市政府所有相關練習的 金發 勞工 海洋 還有環保 幾位居住長 公務 都到現場站起來 好不好 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 還有我們最敬愛的 全國工業總會 各位製造業人 台灣真正最辛苦 最勞苦功高 而且時常不太容易被重視 默默在為台灣這個土地奉獻 所有製造業人 所有各位會員 各位長輩 各位先進 還有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非常感謝王理事長 今天願意力領高雄 參與高雄 一個再造 要重新南方崛起 這樣的一個計劃 事實上我有兩個大部分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擔任市長今天正好擺一日 所以王 王理事長 王總一講擺一日 我就差點昏過去 我感覺要做到中風了 大概也差不多了 身體的健康賠進去 髮型越來越稀少了 笑容的越來越老化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兩年前在賣菜的時候 真的是青春洋溢 一臉都刮著臉很秀氣 他現在都老了 重點是 政府要做什麼 這一點讓我 這幾個月來 午夜夢回 我都時常在寫 一個政府 不管是中央地方 他到底能夠幫企業界 人民做什麼 我時常在寫 我覺得我們過去的觀念 完全錯誤 不客氣的說 很多從事政治活動的人 觀念偏差掉 我們要了解 我們從事政治活動 現在我是高雄市市長 我自己吃幾碗飯 要講幾碗本 我能幫企業界做什麼 我要搞得清楚自己角色 我們很怕把自己的角色 無限放大 認為自己無所不能 這個對整個台灣經濟 跟社會的發展 絕對是可怕 絕對是錯誤 我們的政府角色 在企業家的面前 非常清楚 你們專心去賺錢 你們充斥經濟 照顧好勞工 合法納稅 OK啦 你們的責任就輕了 我們的責任是什麼 把環境做好 所有需要的 我們盡可能幫大家 打理好 我不可能 市政府幫各位去搶訂單 絕對高雄市政府 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有辦法幫你們 管理你們的勞工 也沒有辦法幫你們 降低成本 也沒有辦法幫你們 壯大企業 那我憑什麼高雄在上 憑什麼 這是錯誤 這是事實上值得 整個台灣政治人物來思考 到底政治跟經濟的角色扮演 是扮演什麼 所以我現在身為地方政府的一份子 我時常覺得 我就像路邊 各位腰痠背痛 去挑你的骨頭 那個枕椎師 我們的角色是一模一樣 我只不過是政治的枕椎師而已 水不通 幫你枕通 電不通 想辦法幫你枕 路不平幫你鋪平 環境 土地幫你找好 各位就是鳳凰 自己會去下蛋 自己會去茁壯 自己會去飛翔 我覺得一個政府 如果這樣一個態度 我們整個社會 一定會改變 我們過去都是 吃公家飯 三條路 一種靠選票 一種靠考試 高考普考 第三種靠授餘 別人給你這碗飯 我們就吃 沒有也就沒有 我們就俗稱政務官 或者約拼顧人員 大概吃公家飯就這三條路 這三條路不管怎麼產生 我們手上有的公權力 就是幫大家服務 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所以我們金字塔 傳統封建思想就是 當官就是高高在上 360行 管理的下面359行 我就告訴高雄市政府的官員 我們要把金字塔倒過來 當官可以在下面 服務打架 所有的行業 我們是服務的角色 各位在座都有保險過 都有買賣房子過 你今天要保險 你打一通電話 馬上保險經理就到這裡 我幫你填單子 我跟你分析 你這個保險產品的利弊得失 要交多少錢 多少年之後 可以給你打 保險 就會有服務員 各位買一棟房子 代書就來了 我幫你填 不動產 不一定怎麼樣 那各位要到政府部門 第一個見 幾十億 有的時候幾百億的投資 政府怎麼能高高在上呢 這完全是觀念 完完全全天 觀念要扭轉 所以我們致力打這個公司政府 所有在申請的程序 必須要簡單化 而且要明確化 要讓企業家覺得 我們政府是你們的好朋友 不能再像過去這個心態 用綁的 用管的 再不行 我就一起來抽的 我來弄點好處的 這都要被淘汰 所以我覺得我們高雄市政府的角色扮演 要跟各位所有全國公主的好朋友 打乾淨不如解 你們來 我們心存感謝 因為你繁榮我們的地方 投入你們口袋的錢 幫我們創造就業的機會 第一個我們心存感謝 第二 我們希望陪在你旁邊 跟你一起成長 那這個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部分 高雄市政府的角色 我韓國瑜當市長 我們就是企業界的好朋友 我們緊密的陪在你們的旁邊 有任何問題 我們一起來解決 我跟勞工局環保局 金發局局長 講了一個問題 我們要換位思考 如果你是一個企業家 你來高雄市政府 你希望市政府怎麼對你 要換位思考 這個東西大家都要了解 當你是自己是企業家 你來政府投資的時候 你希望政府給我提供溫暖 友善的服務 而不是調美 這是我們市政府第一個 一定要致力於整個思想 行動還有官僚體系的改變 不然這樣我們是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我聽說新加坡整個公司 只要六個小時就過了 歐洲最看不起的國家 愛爾蘭 歐租五國 這幾年歷經改革 愛爾蘭任何投資者 一進愛爾蘭 愛爾蘭是全套服務 人家是這麼重視招場 我們怎麼跟得上人家 真的會被淘汰 這是高雄市政府致力於改造的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 我告訴你 我們高雄是個沉睡的巨人 過去幾十年 我們的優點沒有充分發揮 這麼好的條件 山海各方面都不用再說了 但是為什麼變全台灣最窮 就是因為我們很多優勢沒有發揮 很多資源都沒有挖掘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致力於趕快把高雄所有的優點資源 還有對外聯絡平台 通通把它趕快帶到一起 就像我跟各位報告 前兩天澳門一個商會來找我 他們一年送一萬個澳門人去泰國曼谷健康檢查 第一天第二天到醫院 三四五六度假 第七天拿著健康檢查報告回到澳門 一年送一萬 我就說你為什麼不送高雄 他不知道 所以三月八號開始 我們把高雄五大醫院整合起來 透過旅行社 透過飯店向外發送我們的觀光醫療 這只是舉一個最小的例子 我們到了香港才發現 七百萬人口左右 一年有六千多萬觀光客 我們台灣農產品進去只有佔百分之三點六 百分之二十五的日本購買 我們到了澳門 六十萬澳門人 一年觀光客三千八百萬 全世界所得第二道 我們台灣農產品水果去 不到百分之一 蔬菜不到千分之七 所以各位公共的好朋友 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高雄的資源 過去沒有被發掘 這是我們過去自己輸不掉的 我們要趕快把它站起來 未來 從去年年底的選舉 台灣的政治版圖 跟明星產生微妙的變化 南方開始崛起 現在不是全台灣 也不是海峽兩難 是全世界華人都在看高雄 從來高雄這幾百年的發展 沒有這麼熱過 我們前兩天 大家說總統大學 我講了一句話 老鼠脫脫脫鞋 大了在後頭 當天搜索這句話 網路上高達12億 12億的熱度搜索 所以各位全國公眾 靠一句土畫 來得越長 賺得越多 趕快來高雄 我們現在核發工業區 一坪土地 才9萬塊 才9萬 台北 南港一坪 110萬 台中 33萬 高雄 全台灣最棒的一個城市 現在工業區 土地才9萬 這不是跳樓大拍賣嗎 所以說各位好朋友 歡迎你們來高雄 我們全力提供一個友善 而且親近大家 而且是大家好朋友的市政府 我們一起來成長 一起來繁榮全台灣最棒的城市 高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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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